乔务委员会日前于洛杉矶文教中心举行首届海外乔界青年领袖会谈 邀请北美地区近40名华裔专业青年共聚一堂互相交流 并请知名学者与企业家发表演讲与座谈 借以提升青年的公众外交知能 乔委会副委员长吕元荣也亲自主持开幕式及研讨座谈会 近距离与台美台家青年领袖们交换意见 除了哪里学人以外 我们实际上也建立了一些实质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Next Foundation 在这一次除了promote我们的基金会以外 我们也recruit到一位就是在纽约做律师的女生 成为我们未来的legal advisor 然后我们在一些会谈当中也理解到各种的demand 大家也有在做类似的事情 所以未来的这些partnership跟collaboration 我觉得是这一次会议当中我本身最大的收获 就在这两天的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跟很多不同的侨界领袖 还有政府的官员 甚至美国的学者 这方面的学者 公众外交的专家去学习 然后我觉得很好的机会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去联系到 因为我是纽约这边来的嘛 那纽约跟西岸这边那都是华人 还有台湾人主要大本营之一 那这是很好的是我们可以跟西岸这边 洛杉矶啊旧金山啊湾区啊 这个地方的侨界领袖有很多接触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做法 我在温哥华是举办温哥华台湾电影节 那因为来参加这一次青年领袖会谈 就发现说其实在LA这边当地 又在办TAF Taiwanese American Film Festival 未来可能有机会可以温哥华跟LA 还有美国很多的城市 我们有机会办一个international 就是跨国的联合台湾电影节 这样子的活 此次会谈中行政院政务顾问 继大洛杉矶台湾会馆董事长田一红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会长吴教峰 办事处处长朱文祥 南加州大学副教授Robert Banks 及洛桥中心主任翁桂棠 也都分纲担任讲者 从多个角度带领青年领袖来研讨 如何凝聚青年力量实践公众外交 进一步帮助台湾 洛杉矶文教中心报道